活到老 学到老 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越来越多的乐龄朋友 透过学习计划提升自己 让自己的晚年更有意义 一瞬就有这么一位长者 借着学习重拾年少时的兴趣 丰富了生活 他的这份爱好 你完全难以想象 位于东海岸的乐斯广场 集结了美发美容业者 一名男性长者悄悄现身 他到此一游究竟有何归干 皱褶的双手提起画笔 驾轻就熟地在指甲上作画 作画的正是现年68岁的 银发美甲师林朝之 无论是普通指甲油 还是喷枪等技法 都难不倒林朝之 而他最擅长的便是 在方寸之间的指甲上作画 我喜欢画这些花花草草 自然的形态的东西 比较感动又情感 把那个自然的反映出来在里面 八年前 任职于海市与港务管理局的 林朝之想自我提升 于是利用政府的补助金 参与再次学习计划 我要去学这个法语 但是时间不适合 后来就从美甲方面 有这条路我就插了进去 一接触一开始 信息来了 考试第一关锅 必要关锅 后来甚至考到英国两张礼拨 其实美甲没有说甚至难的部分 但是就是你的眼力要好 尤其在推死皮 剪死皮这方面 不是简单的 所以你要有保护 你才可以 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有问题 第一你要找模特 去哪里找模特 所以从鞋开始 他们就帮我找 美甲彩绘 向来是以女性为主的行业 而万宏丛中一点绿的林朝之 是当时班级里 唯一的男性学员 他在学习过程中 闹出不少笑话 因为你不可以 每天都有办法 找到这些模特 有时候没有 你可以用自己的指甲来做 但是曾经出现过一次 我涂完后 借我的同学涂 涂完后 来来来吃五仓了 我都吃一半 哎 红红 但是你人的东西 你就是说 大大方方 你不要扭扭捏捏 没问题 方言就是从这个方形转下来 凭着花甲之年 学习美甲的经历 林朝之 带着这份宝贵的经验转战教学 他不定期在乐林优学堂等单位 分享美甲才会的乐趣 教乐林美甲 因为去学的东西 它们的程度参差不起 有些要求高 有些要求低 你要去怎样支配这些东西 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喜欢的还是教学 这个是像这样 因为教学你接触的人会更多 而且你要教人 你必定要有那种基本功存在 那些学员来到看到 这个昂哥接得很奇怪 当我分享我的艺术后 他们觉得 这个昂哥蛮有料的 所以那个满足感在这边 热衷于美甲彩绘的林朝之 颠覆了我们一般对于 职业性别的刻板印象 学习美甲的经历 纯属意外 不过呢 这场美丽的意外 却让林朝之重拾 一丝不苟地整理好工具箱后 林朝之整装出发 作为自由美甲师的他 经常接受邀约 上门提供美甲服务 这不仅拓展了他的创作机会 也因此开阔了社交圈子 我在美容长的Expo 他在我的前面 后来讲其话 他跟我讲他做指甲 然后他就跟我讲 要一个时间 一来我才知道 真的是可以的 是很惊喜 在新加坡很少看到的 这种尤其男生 我就介绍很多人给他做 每个人都做到很满意 很喜欢牡丹 牡丹的人都很个别的 因为他很活 喝一个中午小的指甲头都可以做得到 好美 现在不是年轻人可以做得到 乐龄人有兴趣都可以做得到 我觉得这个可以 相信了 我原本就是美术班的 工作期间我根本就没有空 往前方去 画画的东西当你有那个基础 是重新抓回来没问题 主要你要靠耐心 加上你旁边的朋友同学的帮助 尤其是我走的另外一条路线 与众不同 除了这个美甲 我把这个牌笔画 改进现在的势头画 做书签 各一类的东西 因为我不死在那个美甲当方面 人要活的要走其他的路线 当我在参长的时候 他们讲 要非常精彩 我看来不是精彩 我就是精彩 我画的题材因为我处置了农田 所以我画的是跟自然生态有关 比方说花 鸟 鱼 竹 蝴蝶这一类 你要懂得组织你看过那些东西 它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它有生动感 其实绘画是仿逆一个人的心态 寄情来 你把你的感情套在画画里面 那么把这些书发出去 我会继续这方面下去 我现在开始要找出新加坡的题材 因为我们身在这边 生一丝 死一丝 我们也要搞出我们自己新加坡的本事 其实就是我可以说是我享受人生的时候 因为我重回我的所好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感谢收看《晨光第一线》 我是林志英 祝你周末好心情 我们星期间再见 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